今天我們來行禪 行禪就是為了要磨練心性 所以不是想當農夫 當農夫意義是有但也不很大 就是要磨練心性 磨練心性要怎麼磨練呢 就是去除分別 講簡單就是這個目標 去除什麼分別呢 對感受的分別 我們可以縮小到黃庭的一個熱潮 但是廣泛一點說就是 對所有感受的不分別 道德經的一小章就是在講這個東西 他說絕學無憂 就是我們現在對感受的知見 什麼是好什麼是壞 是經過後天這麼長的歲月 慢慢定型的 這個可以說是眾人的影響之下的產物 這就是所謂的學 絕學無憂 就把你學道通丟掉 你就沒什麼好憂患的 不需要憂慮 就是老天已經完美設計好了 然後已經製造到你的身上了 但是我們卻對它產生很多分別跟阻礙 你把學習來的把它給拋掉就可以了 就是說你現在一定對裡面很認識 很熟悉這種感覺 叫做好的 那種感覺叫做不好的 這種感覺叫做委屈 那種感覺叫做憤怒 只要感覺一上來 你還不需要想 你已經知道它是什麼了 然後就照著那個 以往的模式 一直用那樣的反應方式 幾十年都沒變過 所以這個東西就是學來的 那什麼時候是還沒有學呢 就是嬰兒 嬰兒她的身中也會有很多感受跟氣學的變化 但是她還不知道這個代表什麼 那那個時候是怎樣 她就這樣呆呆看著 你說她是不是沒感覺呢 也不是 她就這樣轟轟惡惡看著 可是轟轟惡惡惡是什麼 就是讓它發生沒有分別而已 她還不知道是好還是壞 反正現在就有一個感受 在我的身中正在變化 她就很好奇地這樣看著 有的時候是鬆的 有的時候緊的 有的時候熱的 有時候往上有時候往下 她就這樣僅僅只是去經驗而已 就是每一個感受對她來說都很陌生 不熟 我們現在的問題就是每一個感受 你都假裝太熟 明明可以不這麼熟 你就要裝得很熟 對不對 把這個熟悉感拋掉 你要重新以一個全新的嬰兒角度看這個氣血 看這個感受 你就再也沒有什麼好悠患 因為其他的修行所需要的配備 老天爺已經把你造好了 對不對 所以學學無憂 很多啦 把你 後天所感染來的 好物分別的之間 把它給去除掉 從氣血上去除掉 就像一個 赤子嬰兒一樣 各位在這邊 行禪 像今天又下雨 對不對 對不對 你能不能這個如嬰兒之餵孩 能不能像這種心境來工作一整天 你只是看著內在的氣機的活躍 也就夠了 就以享受著那種天真 本然純樸 這樣也就夠了 就比你所謂的那種很high很快樂 還要更享受 還要更養生 所以不要老是裝著跟氣血太熟識 不用太認識 我說 工作了 然後工作的很辛苦 事情又做不好 裝獎師說 你給我過來 裡面一定是會有發生 如嬰兒之餵孩 就這樣看著 但是要滾過來 你不能站在那裡不動 對不對 我說對內在 就是這樣一副天真無知 你就會發現 你的人生就會開始變化 就會不一樣 所以我們一般後天都是 以學越多東西為目標 學到剛好相反 就要去除 後天所有學習的 有關分別好物的任何東西 當然學習一個技能來謀生是需要的 學習工具怎麼使用是需要的 但是這個不傷性 傷性的就是對氣血的好物分別 所以絕學無憂 不是說待在家裡都不要讀書 所以常常誤解經典 就會把經典完全給曲解掉了 其實我們對於我們的心性內 本來應該保持著純真 我們就讓它恢復純真的本貌 這就是我們來這邊行禪的目的 所以好天氣也好 壞天氣也好 壞天氣也好 身體有時候勞累有時候輕鬆 大家就是以各種不同的前進 磨練同樣的一個純真的心性而已 謝謝大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